今天都會說下 Sea to Sky 的位置、座向和四周圍的觀景 其實都是感謝大家的朋友留言 其中一個留言就是想問他剛剛買了 Sea to Sky 的四房 想問一下來源景觀 時事留心積學問,歡迎來到WIPPY 珠仔 Channel 我們先看看 Sea to Sky 的平面圖 由於留言裡沒有說四房是哪一座 後來我們團隊有個字者很快就說 原來第一座是賣光,應該是第一座 我們就用第一座來做例子 四房其實是分了兩邊 大廳裡面會向著三這個位置,就是西南邊 而房間會向著上面西北邊 而樂園的單位其實會向著東邊 我們先看回西北邊這邊 其實西北邊這邊的海景 就會看著江南那邊 所以又可以看到江南的海 看到江南的樓 以及江南後面的山景 正式真是 Sea to Sky 的名字 這個方向其實是西南邊 如果看到海景 後面有一些東西是江南的新樓 再上一些,還有被中心擋住了一個垃圾 其實後面還有山景 還有天景,海天一色 尤其是晚上,因為江南的商場 晚上可以看到椅子 所以看過去這邊的夜景 其實相對比較漂亮 再說多一點點這個海景 因為現在正在建跨海大橋 有一個很巨型的巨型 吊臂在建橋的橋面 所以這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在這陣子才有的景點 然後我們看看西南邊 究竟那個座向是看什麼 向著西南邊 其實上面右上角的黑點 就是Sea to Sky 的位置 向西南邊 其實它會可以看穿這個跨灣大橋 所以將來會有橋景看 然後直至去到一個比較開陽的海景 望到最遠去到港島 就是幸花村的位置 這邊的海景其實也是非常好的 差在夜景那邊 望著幸花村那邊就暗了一點 這幅圖去到Sea to Sky 的平板圖 其實去Tower 1,2,3 望西北邊和西南邊的海景都會是類似的 但來源那裡就可能會有少許分別 可能是來源那裡的廣度問題 首先Tower 1 最下箭序 一定就會望到Marini 那邊 Tower 2 有少許跨道 避了少許就會望到Marini 然後再加這個LP6 而Tower 3 就會望到LP6 和Marini 我們看看實際的情況 右手邊這三座就是Sea to Sky Tower 1 左邊 中間Tower 2 右邊Tower 3 Tower 1 就會望到Marini Tower 2 退少許出來 還會望到Marini LP6 和進海 而Tower 3 的角度一小退 可能都是望到LP6 而內源現在大約的情況 還有這個海景 你會看到如果向西南邊這個海景的樣子 這張照片就想說一下暫時這個來源景是怎樣 遲些氣好後 就開了燈就會漂亮很多 也想借這個機會 多謝各位朋友 留下了這麼多的留言 在VP主仔頻道 也有很多朋友給了一些額外的資料 譬如好像戲院那個輯 就說了很多 譬如這個戲院英皇戲院有什麼軟線 其實都非常之開心 這個頻道可以帶到不同的題材 引起大家去講到更多不同的資訊 分享給其他的觀眾聽 多謝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